对阵抖舞的第一局下半场 艾伟 离子 艾伟 我有一说一真的 这个艾伟我真觉得不如打涅吸呢 艾伟打这个阵容 不过这马球者的飞轮比较少 一个飞轮 军攻场艾伟期待一下吧 我可能是主观 我比较想要看涅吸 所以说会更加期待一首涅吸 这个阵容他带一个打个涅吸的话呢 能打 真能打 反而是艾伟因为有调酒师的存在 然后如果说球者这边真的飞轮带的多 我觉得艾伟中期节奏一波没有稳住 还真有可能会被运营出一个四人开门战 这里看五局的第一个牵制 飞轮是已经好了 第一刀有 这边的话再等 再等 还想要叠更多的腐蚀值 好一波喷上打一刀 94 其实这一波如果直接回头 会不会用飞轮顶掉 这边是进到了这个圈里面 然后用飞轮顶掉了这波腐蚀值 有闪现 那么你现在飞轮没了闪现 咔嚓一刀 一分二十多秒的击倒 算快的 对于一个 艾伟来讲算快 而且同时有一个地下室 感觉这把输应该是输不了的 平应该是 或者说这把的话四人开门战应该是见不到了 因为这个舞女是不带大心脏的 对吧 球者这边不太可能会硬就两波 即便是你第二波调九十 带着九来就 你也不一定给得上 给得上也不一定回得上 风险非常高 然后收益不高 不太可能这样硬打的 佣斌这边的话过来就一波 卡半先出地压室再说 这里追一刀75点的腐蚀值 球稳 没有想要去追双岛的这个想法 其实可以追一追 其实可以追一追 感觉追一手真的把这佣斌双岛 因为这个佣斌你不吃双 不把他打双岛呢 有一个什么问题 他找调酒师喝口酒 他就又是个好汉了 待会 对吧 你要趁他病 要他命 就现在这个佣斌酒喝上了 好了 那待会他又是个蛮血 他又能再来救一波 救完以后 当然调酒师这波的话 把酒给到佣斌 待会看一下会不会再有机会给舞女 应该没什么想法了 就是正常的救 正常的打 就是通过这边佣斌的救人来干嘛呢 来拖你的节奏 去为外面的队友争取休机的时间 这边一刀吃上 把人救下来 15秒以后有飞轮 舞女这边是双弹飞轮 你别说这个舞女是有一定牵制力的 所以这波的一个附身传过去 一定得快 在他飞轮好之前 哎呀 98点 差了两点 飞轮好了 翻的话有飞轮了 还好 他这边如果对着窗飞 然后翻窗可能会好一点 还行吧 还行吧 这波能完成击倒的话 还有一定的时间去控控场 看看能不能 但球手大家注意到没有 外面重新起来 来机子 知道你可能会控我最后台机子 那我这边外面重新起一台 哪怕这边的人黄机被你压到 又怎么样 三人开门战有 三人开门战的话 李子这边手里是有一个闪的 这个闪开门战 留一个没问题 留两个 留两个行不行 留两个也有机会 因为这张地图两边门守住 闪现留一个再控门再慢慢打 有机会有机会 他是个宝瓶生生 穷者甚至外面要修三台 用兵器来倒地 想一想 这把主要想的不是李子怎么打 而是穷者该怎么打 现在穷者这边的密码机 第一个有被控住 第二用兵倒地 然后他们的道具会被慢慢的消耗 这个是关键 就是他们的道具如果被耗尽了 那开门战其实多抓面是要大于穷者保平面的 甚至都有可能四抓 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我感觉这把偏一个三针四 因为现在穷者密码机真的短时间在那亮不了 那么你在过程当中就会被消耗 怎么又打雷了 老天爷说你别说了 不当讲 不当讲是吧 慢慢看吧 我觉得这个局 我平良心讲 李子这边慢慢耗 他只要有足够的耐心 就是每一轮都耗你一点东西 每一轮都耗你一点东西 抓到机会就是多抓 抓不到机会 说实话 开门战之前 我只要能把你的道具消耗个七七八八 开门战我还能跟你拉扯呢 我还有120秒的挽留呢 我手里还有闪现呢 怎么地 这个局的四抓面 多抓面都要远高于求生者的一个保平面 只要他开门战之前这个闪现不要交 只要他慢慢的耗 好了呀 现在佣兵还是一个护币了 那穷人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穷人现在要做的事情其实是修机子以外啊 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面需要去翻箱子了 需要去翻箱子的 因为离子这边就是他主打一个什么 他主打一个不是我起刀 而是消耗 消耗你的什么呢 血线嘛 最好消耗不了血线 消耗你道具 不对应该是道具的消耗 其实优先于这个血线的消耗 砸了块板子 这块板子砸头 密码机又强掉一些 佣兵这边 其实现在这个追佣兵有点难追了 因为佣兵这边满血 他可以吃你的 他这个护币一定不会交出来的 就看求者有没有这个 因为不是说我说求者翻箱子 他们就应该翻箱子 而是我的意思是 就求者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得分出一些时间 真的给自己开门战准备一些道具的 要不然真的一个护币一瓶加速酒 还真不够用 这边倒地了 抓到了杂技 这个杂技倒了 有一说一 机子也不一定够 船过来 打一刀佣兵 那那边人救下来 然后这边再附身吗 你但凡赶过来 我附身你 而且我这边逃 骗的一个传送CD也马上好了 机子修不了 然后这波佣兵的护币 可能就要被逼出来了 这一轮消耗 我怎么感觉李子要四杀了 护币再跳 好了 护币没了 这佣兵现在变成个白板了 调酒师 其实佣兵现在可以 可以击倒 因为穷者这里的话 他们不太敢再修了 还真敢修啊 调酒师 那你调酒师这边的加速酒 也要被逼掉了 这波其实应该是什么呢 我觉得佣兵在被追 其实佣兵是可以倒的 但是他们需要把 这边是外面再起的 护护护护护 没问题 他们是杂技和调酒师一起修 那没问题 不好意思 我刚刚漏掉了 杂技这边也在起机子 起一台不行 起两台可以 起两台可以 因为起两台的话 你只能管住一台 另外一台管不住 那么即便是倒地了 我总有一个人在修机 没问题 求人选择对的 我错 这边是两边同时起 好的 闪现 把佣兵开了 把调酒开了 调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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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博弈下板 他这里的话 把一丝人召回来 两边的门可能就开了 调酒师这边 翻加速冲中场 一波一组本相喷到 带走 这里的话 陈某人杂技是没有点门 他觉得自己点门慢 佣兵里边门能开 但是佣兵是个白板 顶不出来 佣兵敢顶出来吗 这边杂技的话 附身CD有 先传逃片 过来两边包夹 能看到佣兵吗 这边佣兵要过去偷人 要过来捞 捞调酒师 调酒师是个纯白板 附身回来传 但是人分散开了 调酒师这边的话 应该还是要倒的 一个蓄力 到 等会儿这边有地窖 队友走了 调酒师这边的话 他不能进小房 先翻个窗 加个速 然后再溜回到前面来 然后再板子操作一波 跳个地窖什么的 50多 这反转 注意调酒师 调酒师这边的话 一个视野 可以 有点可惜 这把其实迎面是有的 但是 李子他这边的一个选择 最后选择是 交闪现 他把14人照回来了 他其实单交闪现 这个得复盘慢慢看 就感觉有点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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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